如果大家覺得有配合的話 我們先開始吧 那一開始請大家先到這個網站 Natros.io 註冊這個註冊一個帳號 如果說你用的是 Windows 然後你沒有辦法連線到 Windows 或者是沒有辦法使用 Mac 的終端機的話 請你先到這邊註冊一個帳號 要不要等你一下嗎 還是你今天打嘴用手寫的 好 辛苦 那 我等一下 要給我看一下 先來 不知道要去 這個是打鼻子 這個眼睛就戴著 就盡量穿錯 這個是可以的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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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換怪的 聽了比較不睡 好 那 呃 好像真的會怪怪的 我直接用嘴巴嚇到 只有沒有很多 好 大家剛剛都聽得清楚嘛 沒有人聽不清楚 那我直接從這邊開始齁 那我先把音樂看回來 那我先把音樂看回來 我先把音樂看回來 給我介紹一下喔 我是 吳昌 那這是我曾經 考過的證照 然後都已經失效了 因為幾年就失效 然後之前在 上海曾經 擔任過四年的 Linux 開成的工程師這樣子 然後在那段工作 我的老闆其實 對我蠻好的 因為他讓我可以用 Linux的環境 來當工作的機器 所以就活在音樂的世界以下 我還蠻開心的 那如果叫我用Windows 我覺得我應該會瘋掉 那今天這一講 主要也是拿 Linux 他們那個上面常見的 Share Bash 來做一個範例 教大家怎麼樣來使用 那 當然 如果你手上只有 Windows機器 然後 呃 我忘了打錯一次 Windows機器 然後 呃 又沒有辦法連到 Linux 或Mac上面的話 那請到這邊來做這個帳號 那有沒有人 現在 做這件事已經遇到 有一點問題了 好嗎 呃 有問題嗎 OK齁 打開了 好 那 這個機器大概長這個樣子啦 進去之後 有一個Boxes的介面 然後你點這個Terminal 這個地方 就可以打開一個總端機 那打開以後 大概長得下 那個 長得大概像這個樣子 OK 然後有一個Console 那 等一下喔 我盡量也使用這個東西來做一個介紹 對嗎 好 那 繼續 好 那 我想 請大家先 你們看到這個 看到這一堂課 如果不是命令人 入門 想要來保命的原因是什麼 有人是工作上遇到困難的嗎 有人嗎 分享一下 還是只是因為覺得 遇到困難之一 就是 學到一些品牌 然後食物上一點點摸什麼 對 想要從頭開始品牌這些東西 好 所以你想要從這所打起 對 還有人有其他人嗎 好 我覺得阿 剛初 剛初我選的命令其實是 呃 因為我們是這一行出生 然後我曾去 去講幾班學 然後那一陣子 那個時候 就是 覺得命令好像還蠻屌的 所以就 開始嘗試 自己用這樣子 然後 大家看到那個螢幕這樣 泡化錄影 就覺得 好像很屌 那我們來看看 別的例子 好 看這個 卡住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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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現在 等一下 請問一下 這邊有放鎖YouTube了吧 沒有 沒有 欸這怎麼打不開 真的打不開 好 簡單來說 就是 這是台灣的連續劇 然後 他想要破解 可是呢 他在鍵盤上面敲了半天 居然看到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 呃 我想應該是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 很多時候 很多電視就是覺得 你只要面對著螢幕 然後敲鍵盤 然後看到螢幕 然後就是駭客正在錄起這樣子 然後覺得 哇 真的很強 所以 那個時候我也是 抱持著這種想法 然後去學的 所以 後來才慢慢發現 其實 雖然螢幕 那一列用起來很屌 但是 更重要的是 他其實用起來 也是蠻有效的 這件事情 那怎麼說呢 舉例來說 如果這邊有一批圖片 需要轉檔的話 比如說 這是我曾經 拿到的一大堆圖片 可以看到 然後用控化力量的 如果每個都要重新點下去 重新命名的話 真的是 會 會真的 會發動一件事情 那 呃 我相信 這邊有看一些 可能會有重客 那 就是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 Don't limit yourself 就是不要一直做 重複的行為 那 所以其實 在 Minis 你只要有這個 短短的 規格命令 一下子 就可以把它轉成 JP需要 那我這邊來給我 給大家看一下 那 這是我的 電話上 尖到 這裡 可以看到 滿滿的 是PMG OK 太長了 不好意思 正面在這裡 可以看到 馬上就轉出 很快就做好了 那如果我們用 點的 或者是使用程式 轉它 可能還要花一段時間 好 好 那所以 其實這種 音樂 如果你學會了 熟悉了 其實端端幾好 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只是 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必須要 不斷的去學習 這些程式 怎麼用怎麼用 然後慢慢的 我記下來 你才有辦法 在需要的時候 馬上來做 那 比如說 其實 大家都知道今天好像是7點 對不對 熱筒 那這邊其實 也有一個程式 可以 可以算熱筒 像這樣子 它馬上就算出來 所以我們不算 12 23 不過這個程式 是有點問題 因為它不會檢查 重複的 所以有時候會突然出現 兩三個是重複的 這樣子 好 那 回到正題 shale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它會叫shale 通常 大家聽到shale 常想到的是一個殼 或者是貝殼 這種關係 但實際上 它當初想的是 因為它是 介於kernel 和使用者之間的介面 所謂kernel 就是系統的核心 也就是系統驅動 呃 機器上面的那些 CPU 那些密碟 那些的一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 它不一定是一個 容易控制的東西 所以需要一層東西 在中間做中介 比如說像這個shale 那個樣子 那使用者的輸入進來 經過shale的輸入以後 比較有kernel的處理 最後再回應中去 那如果用一台車子 來做比例的話 那麼系統的kernel 其實就像引擎一樣 它在中間放入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 在行駛的過程中 去動物的一些器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 控制的系統 那shale其實就是這個 控制的系統 讓我們更方便 更好用的 去操作這個車子 我們今天講的bash 它的全名叫 all again shale 然後取它旗面的幾個名字 叫bash bash 那它其實是在1987年的時候 都要轉型的 1989年 它釋出第一個正式版本 然後本來是計畫的 跟格諾作業系統 但是大家都知道 格諾作業系統蠻長的 到目前我們都還沒有做出來 那這些做出來的一些小強勢 其實就是靠到立場上面 就成為現在的立場 那 因為它有被放到PS 後來也 Mac OS 也把它 繼承下來使用這樣子 那 它裡面其實最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 跟後來的GUI 最大不一樣 是 現在我們看到的 介面 比如說我在編輯的文件 我看到這個文件 我知道它之後 就是這個樣子 我看到圖片 我知道它使用之後 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 在命令頁的世界 你必須先去想像 我想要做到什麼事情 然後你再把中間需要的東西 組合起來 最後你才能得到你的程式 或者是你要下入命令 所以在使用命令頁的時候 事實上你的思緒會非常 會比使用圖形介面的時候 來的其實許多 比如說你使用圖形介面的時候 你有時候 各位有沒有幾年 就是使用圖形介面的時候 突然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 滑鼠在那邊亂點 然後找不到 到底要做什麼 可是在命令頁 如果你今天比較熟悉的命令 你有了想法 然後你知道你該怎麼做 很快你就可以下去執行 那這是其中一個最大的不一樣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 在bash這個需要 它跟以往的需要比起來 它多了一些新的特性 那首先是 它有一個history 就是它有一個命令 那這個命令 它的下法其實就是 history 你只要下history 你就可以看到 之前 你執行的命令 有哪一些 像是ls pwd 這些 那大家先 這邊先給大家一點時間 點點看 就是自己 輸入一下history 這個東西 然後可以的話呢 可以再加 輸入 cat.bash history 這個檔案 這事實上就是history 這個 歷史的命令 它過往的命令 它所存的地方 好 我們先給大家 練習一下 我不能需要跑 機器打不開 那就可以 häng 你說 要開 什麼 那些 那些 使用 奶 威 我把它的面上 我看現在的基礎命令到底是做什麼 那等下莫通幫他會開始想到 這些硬度他是怎麼組合起來的 看了嗎 有一個質疑他有問題的可以馬上取搜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直接往下一個進去 打H它會出來 可是那個CAT 然後這個這一番就出來 掌握一下 有耶那就是你還沒見出來 你是剛剛注冊吧 對不對 那它這個東西它需要一點時間 就是比如說你可能之前幾時的命令 然後他才會寫進去 或者是你現在馬上拿去看 他也會寫進去 對對對對 關注到他也會寫進去 對對對對 如果你每書那個命令他就寫進去的話 那對應點其實也是蠻大的傷害 我記得有個變數可以設定 你輸入了前面你已經把它寫進去 那為什麼直接下一個曲牌就可以看得到 它會有一些東西是CATCH在機體 對對 那如果說是你用了很久 比如說像 像我這台機器我用了很久 那就是非常多 可以看到我到底下一次就透明了 很缺錢 很缺錢 接下來它有一個特色叫 命令比起 TAB 那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比如說剛才我們有 這一個 點Bash 許體設有這個命令 實際上你只要下到了底線這個地方 你只要按Hand 它就會補齊你的檔案名稱 你就不用把它輸入完成 你也可以確認它的東西是正確的 那這什麼時候很好用呢 比如說呢 我看到這種中文大部的時候 我覺得很煩 我可以 比如說我可以 開始 它就可以放到不來 它會滾到 它覺得到哪個地方是有差異的 這個時候它就會停下來 然後 讓你去選擇 那你按Q就可以退出來 像網子 那 它除了 這個地方要注意的是它有兩個部分 這個部分是執行的程式 這個部分是你的標準 通常你在執行的程式的時候 你看TAB 補齊 它會去補齊 你的程式的名稱 比如說 比如說 按這樣子 它就會 告訴我 現在有哪些程式是用CA開通的 然後回來用它的程式 那 如果說我弄到了 第二個部分的時候 它就會去補齊 檔案 像這個就是 最幾個就是檔案 所以這兩個補齊 是補齊在不同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先試試看 自己的電腦上 或者是機器上 有什麼不一樣 補齊是按TAB 那如果說 它沒有補齊的話 請按第二次 第二次它就會把 它所有可能 是用這個東西開通的 然後會顯示出來 那這是有非常好用的技巧 有時候用到那個 這個有時候是BASH 才會有一個特色 那如果說 你用的是更原始的 比如說 只有SH 或ASH 這種東西 它有的時候 它不會幫你補齊 那除非是非常通常 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 它沒有 但是你會不會 它沒有 它沒有 但是它會沒有 它沒有 它沒有 那一切 它沒有 它沒有 變得 它沒有 然後去提寫 請問一下 可是像你看 這個層次是整排機器底下的層次 一般來說它都是找這整排機器底下的層次 那你剛剛問的地方 問到其實是另外一個主要問的 好問題就是 你輸入層次名字的時候 它去哪裡找層次 事實上它就是去那些目錄底下 找出所有層次 看哪個是符合的需求 那它找程式的路徑是 這一個變數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會從第一個開始找 然後再找第二個 再找第三個 那以後我裝好一點 所以它就會比較緊張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MitroOS這個機器 一般來說是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這些紀錄它會以冒號做分隔 以冒號做分隔 來分開各個不同的目錄 然後它的查找的順序會從前面開始找 如果前面有的話它就不會找到你去 它就不如再把它找下去 那所以如果你希望 可能陸入線被找到的話 你就把它排到前面去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那邊有用過Ruby 的 有人煌過Ruby 的嗎 沒有 OK 是這樣的 就是Ruby 的 Ruby 它在 通販來說在系統上是比較舊的 然後為了維持最新版的Ruby 通常我們會適合再加RVM 程式 來管理Ruby 的版本 那我們會希望我們執行Ruby 的時候 我們繞到的一定是最新的版本 比如說這是2.1.5 那可是它的位置 可是如果你用這個 USR 并Ruby 那可能會非常久 那我們怎麼樣保證 我們每次找到Ruby 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找最新的 那就是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路徑 Ruby 的這個路徑放在最前面 那我就可以保證我找到的時候 它也是最新的 請問一下你是 你帶來的機器是VILS 還是VILS的 VILS的 我今天忘了帶通貨的 所以你看一下 好 你今天忘了帶通貨的 那你有違憲的方式嗎 嗯 那你有 你有辦法直接操作嗎 還是怎麼做 而且通貨的 如果不確定 這個Bash能不能操作 沒關係 有Rub的話 你可以拍個瀏覽器嗎 可以 對那 那我們等一下過去 你們來別人幫助成人這樣 你們大家可以試試看 執行這個執行看看 Echo Pass 然後 可以看看 呃 可以嘗試看看 使用不同的方式來讀行 跟著我 不然想 字幕提供 感到你把心理屏裏的上次 有点十分 它准处到重阻车 它到城外的地区 它要在重阻那边 能够到重阻车 有点准备 能够到 ASPA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用水煮熟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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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我們的SHOW裡面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色 就是他可以使用命令奪你來對一些命令做一些擴充 甚至做取代的動作 像大家可以到Mintual這個地方可以看 你只要直接輸入Alias 他會直接秀出你這台機器上面 目前有多少不同的Alias在 我們來看看 那比如說他的FBripper就是加上顏色 Bripper就是有顏色這樣子 然後LS也是有顏色 那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LS是有顏色的 因為LS有顏色 所以我們這邊輸入LS的時候可以看到 他有一些東西顏色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如果這個時候把它 alias LS的話 我們會看到這個時候就是玩完整圈圈 是原來的LS 那原來的LS 那如果說我們再把這個參數再加上去的時候 他就是又會有顏色的 那如果我們希望他除了這些東西外 然後還要再加其他參數的話 我們也可以自己用Alias的方式去做制定 比如說Alias LS等於 明珠的中間沒有空白 有一些 有一些 程式語言中間是可以加空白 如果Show也是不可以的 LS等於LS-L 那你會看到我們LS的行為就已經改變了 好 有這樣 然後Alias 一樣按Table可以錄起 然後再Alias 好 又回來了 那大家可以先試試看Alias 這個大小大家覺得可以嗎 後面的大家有記住嗎 可以 好 謝謝 請問一下 你有帶一遍嗎 我忘記了 有需要帶一遍嗎 所以我期待一遍嗎 沒關係 不會不會 可以我帶 不可以我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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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幾遍 我知道的話動件會幫我出來 好 可以看 怎麼會 你 怎麼會這樣 是要 對 因為 你是Linus Linus 他的指令人都可以 好 可以看一下 直接 下 進入鍵 看一下 好 各位 如果你用的是Linus的電腦的話 你 可能要用Alias Linus -g 這個指令 剛剛有提到 Mac是來自於 Bs Bs 然後 Linus 是來自於 所以這兩個其實 有一些命令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很早就分家了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像剛才提到的Color 對 Auto 會發現 他的 他會出現錯誤的 Option 他事實上 在電腦上面是減虛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 他有一個輸出 也是一樣的 那像我這邊的 在Mac上面 Alias 也是一樣的 我其實設定很好的 Mai Ten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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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说 Mac 应该进来的时候 通常有斜线或是一个枝纸 还有层级在哪里 就是各自的枝纸 那是在加目录 就是说你点开你的加目录 Mac 的话 那我刚刚上去都要 这个是在通行录音 就是这种 所以你刚刚说像是要下user 写性病 然后看录音 没有 其实都一样 user 这个是一样的 我刚刚在这里一下 对 然后 就这个变大 一般的其实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 如果说你们 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讲 然后可以的话 我就先稍微说一下这个概念 但是我之后 一定就是今天的部分 一定会让大家可以完整 了解到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那 除了Alias 以外呢 Alias 这边有一个 非常非常糟糕的命令 请大家未来 我等一下再讲好了 那个 Alias 其实可以做很多 很恐怖的事情 比如说把一些 内建的命令 给它转转别的命令 然后就会做很多事情 那这边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东西 工作控制 BG FG 和Jobs 那我们这边先 做一个 我们先做一个 简单的Paymo 好那 那这边有一个 我们先做一个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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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做一个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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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看到他Cure 然後這個時候再看JUPS 他就沒有工作 那基本上他的工作的一程就是 沒辦法用 誒 龍哥有等筆嗎 基本上就是你在執行一個工作的時候呢 你給他按 他會跳到背景去 那這個時候他會處於暫時停止的狀況下 那你這個時候你只要輸入BG 他就會在背後繼續執行 然後你在前方還可以去執行別的東西 那如果把他按FG的話 就會把這個工作帶回來 那在這個過程中 你可以利用JUPS 工作或者是Kill來處理他 那Kill的話主要是 他雖然說看起來是把這個東西殺掉 那通常Kill-9的話 就是用最 就是不管你在做什麼 就是把你關掉就對了 那如果是品嘗另外一個常用是食物 食物的話就是告訴這個程式說 我請你自己自我聊辦法 那9的話就是我不管你聊不聊 跟我直接把你給幹掉這樣子 那他還有其他的不同的東西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送信號 給這一個程式的一個方式 那比如說可能還有解疑這個東西 他就是叫 如果說你平常會開一些 呃伺服器的程式 如果你開一些伺服器的程式 他平常在背景執行 那你如果希望他可以重新開送 或者是重新去讀一下設定檔 有時候會使用簡易這個方式去去處理他 那後面我們還會再講到Kill這個命令 那大家這個地方可以先練習 那你是不是用Po-9 然後Person多少這些東西 來試試看管理的工作 請教一下 我會在四雙A做BG 在四雙P把FG寫起來 把A什麼 四雙A的 比如說我現在BiA已經聽上帝好 那我在A七雙把他做BG 那後來我再開 又再開兩個四雙 我再第三個四雙把FG 我懂你的意思 你是希望說 我今天開了兩個四雙 然後這個四雙 把他修明的工作 然後轉到另外一個四雙 來執行對不對 那事實上其實通常是不行的 因為他是 這裡是一個fetch的程式 這裡也是一個fetch的程式 他們底下東西是沒有互通的 所以是沒有辦法互相交換 那如果是我BG的時候 我打ESID結束掉 後來我再 有時候平均來納 那那個BG的程式 還有辦法FG嗎 你是說可以再講一次嗎 譬如說我現在 現在沒有FG好 背部BG好 BG來兩個Di檔 那這時候我沒有FG 我直接打EXID 就登出了 後來我再登出之後 那那個 在背景執行 他有辦法叫出來 應該是叫不出來 因為他殺掉以後 他就是連底下一起殺掉 對他沒有辦法 單獨由他執行 那如果說你要單獨由他執行的話 事實上就是 伺服器的那個 伺服器的Eman 來做的事情 就是Eman 來執行 就是 常駐程式的執行方式 就是這個樣子 你說那個就是 常駐程式 那常駐程式其實他在 BESCH SHIEL上面 他其實會做一些設計 讓他可以 執行的話 他就脫離這個SHIEL 他就不會這個SHIEL管 那這個時候他就是 由系統去管它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在 各個不同的SHIEL底下去管它 你剛剛跟 你剛剛跟你的解釋會比較好 可是 你的想法是 我這邊執行一個東西 然後我這個地方 做一個程式 然後在背後修眠 對 可是我關掉以後呢 一般來說 系統就會把它連起關掉了 因為他會認為你是 由他所開出來的 那如果說 我今天把它關掉 卻不把它關掉的話 你可以想像 那會是很糟糕的件事情 因為 就等於是 你把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他 這個地方他佔用的東西 你固定有辦法再 呼叫回來 他就會變成 永遠佔用在 你的記憶體裡面 跟你的CPU上面 然後這一塊 就除非你從台機過來 他不會放出來 所以要請教一下 譬如說我現在 下個 下個 寫個SHIEL 或SHIEL 他的作用是 因為我 沒有一個Guru 可是 可是這個 動作要很久 所以我打到神奇之後 我去想跟球隊去跑 跑來之後就自我了解 這是我該做的 如果你希望這樣做的話 那最好的方式是寫一個 腳本 就是後面會提到 SHIELD SCREEP 然後這個 就是執行完 然後自動幫你 EXID 對 那就是寫一個腳本 一般來說大概是這樣 會比較防腐 那如果說你希望 它是一直持續在後面監控的話 那你需要的是一個 所謂的 DEM DEM 但是DEM上面 這一個常駐程式的一個腳本 比如說我在電腦背後 比如說你的電腦上面 可以執行一個防塗軟體 對吧 就是我在Windows裡面 執行一個防塗軟體 那我可能 切換帳號以後 這個東西還是 持續的運作 那它其實就是類似 IMA3的DEM 那為什麼它可以這樣 持續運作 因為它執行以後呢 這個程式會自動把自己 交給 系統來管 那系統 除非你重開機 因為它是不會變的 對 那交給系統來管的時候 這個東西 這個時候就算你把它關掉了 因為它是屬於系統管 所以它就不會被關掉 這會不會變 欸 這個有點 這檔案 這檔案可能 不太會講到怎麼開機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 稍微說一下 它的感覺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好 那 有了一點時間 繼續往下 那大家還需要 還需要時間 來還是要 往練習 來做指令嗎 910 可以請說 我這邊 沒有想要 很厲害 但就是找不到 時間的運作 找不到 類的動作 我看一下 對 你在旁邊加了 不需要 不需要 就這樣子 好 一般來說 如果說 其間它是一個 會一直持續做的 一個程式 那 大概的話 就會是行為 辦公室 辦公室 狀態 那 我會用 VI來做 這個 這個操作VI的方式 大家可以稍微 記憶一下 因為其實 這是一個很有用的 一個方式 就是 你編輯一段正式的碼 編輯到 一般的時候 裡面戳關檔 直接把VI 到背景 然後到這個市場 然後重新來執行 那個程式 看能有問題 有問題的 他跳回BG 再來用 FG的方式 跳回VI 繼續編輯的程式 請問一下 如果我在用VI 編輯的時候發現 要清掃的時候 發現 曲線 那我回到 命令業 再去來 變用速度的話 這樣有辦法 就有 所以你應該可以 怎麼來 那我應該是怎樣 速度是在 執行那個 後面的那一程式 對 速度去做CHWOOD 或CHO 等一下 後面會提到 這其實是權限的問題 那權限的話 一般來說 取決於兩個 一個是 擁有者是誰 你如果不是擁有者的話 你懂 你的權限到哪裡 那要不就是 你去改變他的擁有者 是你自己 那根本對他做出的事情 那要不就是 你去改變他 讓所有人都可以 對他行動 那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我不想去改變 那一個檔案的權限 如果 那我只是要在執行 那個便的時候 是前面 忘了加速度這個 動作 那 那 那 我會建議你先存到 一層新檔吧 然後再拉一下 對 再拉一下 那個 機器打開了嗎 沒關係 我畫一畫線 我可以去看 你再看空間 喔 好 那小心 不要把電話 對 那接下來是 Shield screen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剛才交到這些領域 稍微給他寫成一本檔案 比如說像這些 把他稍微組合在一起 讓他可以去完成一些工作 那一個秀 Shield screen 有時候寫的長大 他可以到 幾百好幾千 然後 所以 有一個像話是這樣寫的 就是 go away or I will replace you with a very small Shield screen 就是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寫程式 或者是做事寫的時候 別人來打擾 我覺得是很不凡 對 然後可能他還跟你抱怨 或抱怨的行動 那程式又不會跟你抱怨 就把它換成一個 Shield screen 去做事就好了 只要 如果他做的只是重促的事情的話 丟一個Shield screen 看不到做得比較好 那也是一個笑話 那除了這個以外 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其實我用了一些方式去打 檔案 斗列出網 那其實就是 所謂的萬用字元 那這個萬用字元 它的 名稱是Wildcard 它就不是Regular Express 那個方式 是Wildcard 這個東西跟Regular Express 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 其實就只有 集中語法 一個是 一個是 新號 新號代表 後面 不管是什麼 我都 搭配得上 另外一個是問號 問號的意思是說 它只有一個資源 新號可以不限於一個資源 甚至空的它也可以 問號它就一定要一個資源 那或者是用點點點的方式 那我這邊來 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那這邊先 我們這邊有各種不同的東西 那比如說 那像這樣子 那比如說呢 我要 SA 型號 那就是 A開頭永遠都會撈出來 那如果是 A問號的話 那HOME它只會有一個資源 那如果我是 A這樣子 但是後面是ABC 那它就只會列出後不成ABC的 那這個東西取代什麼字 ABC的 然後ABC或其他就不會出來 可以看 你看到 有沒有 就只有ABC 那大家可以看 可以自己在 電腦上算的40塊 這東西有時候 滿好用的 但是不需要生用 那 可以的話 就是往下看 那 那 為什麼說要勝用呢 因為 這是一個小法 給大家看 就是 上帝想要把 惡魔全部都消滅掉 可是你跳 可以不去頂啊 可以不去頂啊 然後到最後他就乾脆下輸過 A-F 這樣子 然後時間就毀滅了 大家要注意喔 在電腦上面 一定要小心 像這樣 A-F 這樣子 砍下去 他是沒有資源回收桶的 所以這一件就 拜拜了 除非你再把你的臉拿去救 他救了回來 所以請大家 一定要小心 那 接下來 我想大家應該 接下來應該 比較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 怎麼樣去執行那個程式 喔 我們自己 學inux的時候 一開始 我只會因為這個問題 卡了一個小時 不知道怎麼執行 那一般來說 執行當前輸入的程式 就是 大概就是前面一個點 為什麼選民需要加一個點呢 因為我們的tests裡面 並沒有加上 當前輸入這個選項 但是在windows上面是有的 所以當然在windows上執行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輸入 直接執行當前陸入的程式 但是在另一面上面 也是不可以做到的 因為 你可以看到裡面 其實完全沒有一個點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加上去也可以 但是這會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怎麼說呢 比如說 我今天 把你的機器上面去 在某個陸入底下 放了一個LS 就是列出陸入裡面 東西的一個命令 然後呢 我把它設成可以執行 然後你要把當前的陸入 設為執行的陸入 那就會發生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你到那個陸入的時候 你執行到的是 那一個資料牆底下的那一支程式 那那一支程式會不會買一些木馬 或病毒什麼的 那就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情 所以請大家 盡量不要把當前的陸入加進去 讓我們開始 盡量不要 如果你真的必須要執行 那個路底下的東西 請用 這個方式去執行它 那大家一看之後 比較常會遇到的是 configure 這個東西 比如說 我們需要第一的時候 configure需要執行的時候 我們會 使用這個方式來做 來執行那個路底下的程式 那如果你執行的是 來自其他地方的程式 你只要直接輸入就好了 可是我想 大家一定會想知道說 那個程式到底是放在哪裡 那如果想知道放在哪裡的話 請用witch來看 比如說witch.ls 就會看到它其實是 binds.js的程式 那witch 但有一些東西 會是batch 那個batch內建的 比如說像alias 咦 它有這個程式 不好意思 那是 A 是A 像這樣它就是沒有 它就不會顯示 但是你用witch 它就會顯示蛋白 那一般來說 這兩個 在emone上面是 它是batch的內建明明 所以它不會告訴你 你用到它面建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看看其實 執行很多東西 比如說ls-g ls-g ls-g 這樣子 那事實上 這一行 短短的這一行 事實上其實它代表三個東西 這個東西代表是 你要執行的程式是什麼 然後 後面的-g 其實代表就是 你下的參數是什麼 然後 最後這個東西 是你的標的 你的target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文件 一般來說 很少有人有辦法 一下子記得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 有問題我們就查文件 man-ls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地方 我稍微縮小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 像這個地方 寫uption 它就是所謂的參數 後面的file 就是它的標的 比如說 像剛才我們做了很多項目的 a-s號這個東西 那代表它其實 ls是命令 然後因為它沒有減 所以它不是參數 它是一個標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後面的東西都列出來 我這個地方沒有 像這樣子 就可以把它列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man的命令 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好 我們會看到這個地方 會有很多命令 像 或是我們-a 就是-o 就是把所有東西都列出來 那它所謂所有東西 列出來 是因為 像我們有一些檔案 是用點開頭的 這個在inern上面 就是所謂的隱藏檔 那如果它沒有用點開頭的話 你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用點開頭的話 除非你加上-a 不然你看不到這個檔案 那像是 moset-b 那 像list 也是很常用的一些東西 就是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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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 像這裡 簡單我就是使用一個長的 list format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 會用比較長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的是 前面這個東西是權限 就是這個檔案的權限 就是我剛剛做了CH 莫德的這個權限 那這個是擁有者 和擁有的群組 那這個就是CH-o Honger的權限 那後面這個地方是一些大小 然後還有它修改的日期 還有大米 大概長這個樣子 是比較像 那個 例如說 我們MS的長長的時候 他都會帶一些尾波 我只想看你長長 比如說 他把一些其他不適的長長 也帶出來 或什麼 系小配下 就如果叫MK 就好其他的 正常形式 不要沒有MS 對不對 每次下座 都會 都會帶尾波 那可能要用一些東西去過濾它 譬如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 譬如說像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 把你拿來顯示出來的樣子 就是 就沒有點HRC 點HRC 點HRC 什麼東西 8萬全都會拿出來 因為READ 你就這樣 就這樣顯示 就這樣很像 我覺得應該是有辦法 可以把它做主力 只是 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可能 我可能 不知道要怎麼弄我的腳 所以我現在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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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葉子會弄到這樣子 這個是有點都撈出來 所以會包含連這個VM都撈出來 就是 這可能是一個方法 到時候 我可能再加一點 我一定會回家 好 那 所謂的參數有兩種 一種是短參數 一種是長參數 一種是長參數 短參數就是 前面只有加一個減 比如說 減A 減L 減G 這些東西都是 好 那 像這樣子 那 長參數呢 就是 像這樣子 就是 兩個減L 像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其實是上下 Ls 減A 是一樣的 那 短參數呢 除了分開的速度以外 也可以把它合併 就比如說 像這樣子 ALG 它其實跟剛才那個 分開也是一樣 它會把它合併起來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 其實它就會寫很多 像我們 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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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必須要注意的是 就是 Nino 是上面 這邊有一些人用的是 Mac 這是Nino上面的值 那我們看一下 Mac上面長成這樣值 Mac上面的話 它其實就是 相對有點 簡單 不少 它只有短音頻 它不提供長參數 那所以 剛剛才會出現 如果你 下的是長參數的時候 在Mac上面會出錯 就是這個原因 那 無論如何 如果你 不知道這個東西 要怎麼用的時候 使用Mac 是一個好方法 那如果 Mac不行的話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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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不對 像這樣子 它也會映出 它的一些教學 簡單 這個就是比較短的一個教學而已 通常沒有像Mac的詳細 那因為現在網路比較發達 已經比較 沒有人流行裝那麼多的 手冊放在電腦上面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還蠻浪費空間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的時候 有時候也可以上網去搜尋 像比如說 看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看到很多 甚至連中文都不動 對 還會使用 那基本上它很合適 跟那個其實也是很合適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大家需要練習一下那個聲音 大家先練習一下 聽說 比如像全線的前面那十嗎 有時候我們有看到前面十嗎 後面會加一個區別嗎 比如說 全線 對 對 這後面是全線嗎 然後後面有時候 我會看到那個 中間會有問題 像這邊有 這個嗎 對 它還有一個夾 那個到底怎麼回事 那怎麼回事喔 那個我覺得等一下 講到全線的時候 我再講 最後那個那個 你說最後那個 小王鼠啊 不是 是這個嗎 對小王鼠 那我覺得我要等一下 再講一講 如果我講到全線的部分 我再講 請問是不是會不會說 目錄 目錄的大小是怎麼算的 目錄的大小是怎麼算的 其實我 我不知道怎麼算 但是我知道 你是說要怎麼樣計算出來嗎 他 他通常目錄上面 他會給的那個 那個 目錄大小 他應該不是底下 那些單單 這個整體的大小 但他給的那個 數字是 是單純那一個 波紋喔 就我的印象 他單純其實就是大小 只是他的格式 看起來不像是 你可以點看 那你可以比如說 點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 命力是-H還是什麼 他可以 我剛才講 DU-SH 你聽一下 那個是看整個 目錄的大小 對 我聽一下 對啊 這是整個目錄的大小 但是如果你要 好像可以喔 這樣子 他可以看得出 如果你用H 我記得 像這個 INNER上面的簡訊 就是可以讓後面的那個 大小 顯示的是我們 的 比較看得懂 比如說 MAG感 這種大小 那 MAG上面是哪個 現在我 我可能還要嘗一下 研究一下 我 不敢說 不是 長這種樣子 那另外他剛提到的DU 是可以直接 讓你 可以看得到 以下的 總共的大小 像是MAG 這個樣子 那另外除了DU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是DF 他看到的是你的 電碼和機器上面 使用了多少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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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請說 我現在碰到一個問題是說 我有去 看一個子弟的 就是 文件從事的時候 他是 有列出來的 是 我實際上 去 在我心理上 之前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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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你的路線上 找不到這個程式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 比如說 像 ifconfig 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 你在 debian 這個作業系統上面 的時候 你如果是一般使用者的話 你不能執行這個 任務 因為他放到sbin 底下 他的位置是 放在 放下 然後 他這個地方都放sbin 那在 debian 上面的時候 你的path 他不會包含sbin 底下 這個東西 所以他不會包含sbin 這個地方 他避免你去執行到這些 系統管理隊 才會用到的職力 那 有可能是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沒有放在sbin 如果你用速度的方式 也是沒有找到的話 那 你可能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電腦被修改到了 那 可能是有些人物看 或甚至被誤清 其實都有可能發生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 那這邊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請問我輸入ls-l 和ls-l 有什麼不一樣 有人說得出來嗎 如果大家練習完的話 有人說得出來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那個上不得是啦 那個上不得會換掉 那個上不得會換掉 有一個挑戰嗎 詳細跟簡單 你說哪個是詳細的 呃 我打減減好像是比較簡單一點 對 為什麼 因為東西說到比較少 那個 事實上 因為減減過 他其實等下的是減l 所以你就看到的是 他沒有減l 那 減l 事實上他其實也被減滑 他減滑完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這兩個命運 其實就是你喜歡做的 對 可以 可以 另外一個是 他是 其實就只有減l 可以看一下 像這邊 有沒有 像這邊 那試一下 好 繼續往下走 那 剛剛我們提到 我甚至在哪裡的話 用匯群的方式 就很少出來 所以像 我剛剛還在我電腦上 用匯群 就會看到我現在 執行的是哪個原因 那當然我電腦上 還有很多路 我可以看得出 我現在執行的是哪個原因 那 這邊就會提到 路徑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前面其實是 一整串東西 那事實上 它其實就是一個路徑 最前面的這個斜線 叫做根部路 這個斜線叫做根部路 就是 作為系統的最上層 就有一點像 Windows上面的C槽 或者D槽 然後它往上滑在哪 那接下來就是 它一層層的路路下來 比如說 User 就是 這是它MIG上面 所以是User 然後 這是我的名字 然後 你可以看得出 它一層一層的路路 大概在哪 比如說像 它是點RBM 然後大家可以 知道 剛才我有提到 點開頭的東西 是有點長大 所以你必然找不到它 然後Ruby SRuby 用一點點這樣 BinRuby 那你如果在Windows上面 不是 在Lintern上面的話 那看起來又不一樣 你就再仔細看看 比如這樣子 你會看到 它都就是 Bin USR BinRuby 然後我這台幾期 我進行文詞學 都可以看到 各種不同的東西 甚至我可以看一下 Witch後的問題 USR BinRuby Witch 那大家試試看 不同的Mini 像剛剛有個CAT BinRuby 類似啦 或者是下方比較緊接 一個 它還很堂 一個 你看到嗎 請教授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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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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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就業模式 經常 很多秘密都不能執行 對 可是 可是你要看 那個時候 記錄的是哪一個 因為有時候你記錄的是 不是Bash 是Share SH 但可能它可以這些東西 用更不一樣 比如說 我在 這個地方 我有一個Source的命令 就是 它是一個內建的命令 可是我如果用一個 剛簡單的SH 我看一下 它在哪裡 哇 它是DASH DASH DASH 會用 我執行 我到另外一個裡面 然後 它就不要 所以你有可能執行到更簡單的 那結果它就是什麼 沒有 那如果想確認的話 今天就是用HELF 嗯 連HELF 都沒有 對對對 就業模式很痛苦 那我就 沒有辦法 它可能就業模式的時候 看能不能再出入Bash 那 那就回來了 因為有時候 感慨就是你嘛 你自己在 對 有時候會這樣子 沒錯 通常啊 就是 我通常自己 就是如果真的要進JOY 模式的時候 我會想辦法再執行到Bash 那不然原來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甚至有時候 你按上下左右 還出現 因為上下左右 還沒有人執行 然後這邊是跟大家講一個小技巧 就是 你剛才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執行了一個系列的裡面下來 那這個時候 你再按一下上 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你之前執行過 什麼意思 你可以直接在 讓它再執行一次 那像 history裡面 前面不是有加很多數字 什麼 7172737 717 這樣子 你可以使用 金探號 81 它就會在執行 第81號的程式 金探號 到70 它就會執行 是70多的程式 因為現在大家命力多了 最高 可以試試看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還有一個 就是 兩個金探號 是執行以上的程式 這個是很溫暖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想看 容忍吧 容忍 能執行上的問題 也會不會講 那這個路徑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路徑 它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以斜線開頭路徑 它是所謂的絕對路徑 就是我可以馬上知道它裡面 就好像住址一樣 就好像台北市中山區什麼的路徑 就是一個很絕對的路徑 那所謂相對路徑就是 相較於現在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這邊出門以後 向右轉 遇到向右轉 來向左轉 這種東西就是相對的 我在這個地方這樣做 跟我在另外一個地方這樣做 我可能會前往到不同的地方 那在路徑裡面 在路徑裡面移動 主要是用CD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用CD 來做一個電容 那像比如說呢 有到 像我們這樣就是 用絕對路徑的方式去做移動 因為前面是一個斜線 那如果我從這個地方呢 比如說我直接移動到 像這個樣子 就是我前面沒有加斜線 就代表我從這個地方移動到 下一層的路徑 這就不是一個絕對的路徑 移動到這個地方去 你可以看到我的路徑 後面加上這個東西 然後我可以再看一下 裡面有哪些人 然後再移動到相對的路徑 那可能有人會想 就是說那如果我要回到上層 怎麼辦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輸入 所以就有一個點點 CD點點 就可以回到上層 大家在看 PS裡面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點點 事實上就是上層 這樣子 那 還有一種路徑 就是所謂的特殊路徑 比如說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特殊路徑 那事實上這裡是哪裡呢 你可以下PWD PWD是print working director 就是印出我現在的路徑 你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是在 在我家裡 那我們在這邊 也可以給大家看看 比如說移動到ETC 然後LS列出所有東西 然後我找個LOG OK 然後可以列出裡面的東西 然後點點 又回到上層 像這樣子 大家可以先自己移送看看 然後再看一下自己的加上路徑 然後PWD 看一下 那一般來說PWD 它一定會印出 你現在的絕對 絕對的目路徑 它就不會移出相對的路徑 不然 說 移出相對路徑 其實事實上是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 你問我在哪裡 比如說你現在正在 這棟大樓的地 那你還是不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PWD 它一定會給出 完整的路徑 那大家試試看 看看有沒有 好 那這邊 輸入了初步的訊息 它會出現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怎麼用 那就是簡單的 然後前面一點 然後這邊也是參數 然後再到我們 這樣子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有一個 PWD 叫CD- CD-